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年3月11日 燕王朱棣正视得自己的封地北平就范 因为北平担负着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重任 故朱元璋给予他的军队编织比其他亲王多 而且准许他除大事上到外 军中的小事可以自行决断 这就是朱棣的实力大增 1841年4月16日 清 政府革职齐善任命林则徐协办海防177年前 1841年4月16日 鸦片战争中 由于朝野的舆论和道光皇帝态度改变 将齐善革职后于是日命 林则徐以四品清闲赴浙江军营协办海防事务 1928年4月16日 日本再次出兵山东90年前 1928年4月16日 日本驻籍武官九锦龙少佐密殿日军参谋总长说 北军形势正日一点 得不利 彼直认为帝国军心出兵的时机已经成熟 17日 日本政府做出了出兵中国山东的决定 1943年4月16日 中国政府军纪事 破议山本五十六大将出巡的行动秘电75年前 1943年4月16日 中国政府军纪事 破议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出巡的行动秘电 蒋介石急令将秘电转告 驻于美方 美方人员于即日下午 通报驻瓜乌韩德逊机场的美军指挥官马克米尔齐海军少校 4月17日晨 美军十六架P-380战斗机适时出击 山本五十六的坐机被汤马士兰菲尔尚未准确击中 同机11人全部身亡 1946年4月16日 汪精卫之妻陈毕军被公审七十二年前 1946年4月16日 江苏高等法院审判汪精卫之妻陈毕军 下午二十许 法院派发警四名 马车一辆 由司前接看守所 先提陈毕军到庭 沉身穿蓝布罩衫 花白头 花 戴白边眼镜 金插派克钢笔一只 左手戴叶光表一只 又腕套欲装 神色自入 1950年4月16日 解放海南岛战役开始68年前 1950年4月16日 人民解放军依然靠着简陋的木帆船 与国民党精锐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作战 强度穷州海峡 并于17日凌晨突破柏陵防线 胜利完成穷岛北部的敌前登陆 随后 人民解放军向纵身进军 相继解放了大部分沿海城镇 控制了海南岛北部 长达400里的海岸线 4月30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三亚等重要城市 5月1日 解放全岛 海南岛战役共兼敌3万多人 其余不逃至台湾 1966年4月16日 三家村查记和烟山液化受到批判 52年前 1966年4月16日 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 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查记和烟山液化的文章 1968年4月16日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 发表50年前 1985年4月16日 台湾第一个市管婴儿诞生33年前 1985年4月16日 台湾第一个市管婴儿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诞生 1987年4月16日 邓小平会见香港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委员31年前 1987年4月16日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 在会见香港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委员时 深入阐明一国两制方针 他说 香港回归祖国后 它的现行制度50年不变 50年后更没有变得必要 这个精神同时适用于澳门 也是用于将来按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 问题的台湾 台湾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50年也不变 1991年4月16日 涉江湖州合伙盗窃反被抓获 27年前 1991年4月16日 合伙盗窃国家510万元资金的案犯冯阳女 和徐建新由中国警方人员从新加坡押借到京 涉江省湖州市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股股长冯阳 与湖州市某商场承包人徐建新 以伪到委托贷款 首法司自将510万元资金从银行转出 并提取现金104万元潜逃国外 1992年4月16日 中国首次派出联合国维和人员赴金边 26年前1992年4月16日上午 附建军事工程大队先遣队30名官兵 在附建军事工程大队大队长的带领下 从北京飞往金边 这次行动是应联合国秘书长请求 中国政府决定派出400人组成的军事工程大队 参加简谱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的维持和平行动 20-02年4月16日和平协会第三届年会开幕 通过重庆宣言16年前 2002年4月16日下午 亚洲议会和平协会第三届年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4月19日在重庆人民大礼堂闭幕 来自亚洲39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 与会各国议会领导人和议员 本的协会的宗旨和这次年会的主题 就多激化与世界和平 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 加强国际合作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议题 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一届 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二 国外大事纪 1618年4月16日 汤若网 邓玉涵 罗牙谷等22名传教士 在金年格的带领下 从李斯本启航东渡400年前 1618年4月16日 在金年格的带领下 汤若网 邓玉涵 罗牙谷等22名传教士 以葡萄牙政府的名义派遣 从李斯本启航东渡 1841年4月16日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与玛利亚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婚礼 177年前 1841年4月16日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与玛利亚海斯达姆施达德斯卡 在俄罗斯帝国南京莫斯科举行盛大的婚礼 玛利亚宣布归伊东正教 并改名为玛利亚亚历山德罗夫纳 玛利亚举止高雅 赢得了宫廷中人的好感 两人婚后生活一直安定 一共生了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1903年4月16日 俄国基什尼奥大批犹太人 惨遭屠杀115年前 1903年4月16日 在俄国的基什尼奥府 大批犹太人在复活节早晨的大屠杀中丧生 当时有军方官员在场 但是当疯狂的农民坚硬和残杀犹太人时 他们并未企图制止 可以相信 这场屠杀是受政府官员指使的 1919年4月16日 美国提出山东省有五国公管99年前 1919年4月16日 五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 中国代表未能参加 美国国 物卿兰新提出一个新方案 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 先由巴黎和会暂时接管 山东开座商部后 在归还中国 日本代表幕也起而抗议 认为山东问题中日政府已有协定 应由日本转交中国 兰新方案未能通过 1922年4月16日 德国和俄国签订拉巴洛条约96年前 1922年4月16日 协约国代表们在热纳亚唾沫飞舰 十分恼火 他们聚会讨论欧洲的财政改组 他们希望强迫苏维埃俄 偿还沙皇的债务 在热纳亚的会议几乎尚未开始时 协约国京西德国和苏联代表 正在附近的拉巴洛会谈 甚至已签订一项新条约 1945年4月16日 苏联红军向柏林发起总攻73年前 1945年4月16日 凌晨五十整 奥折河为黎明前的博物所笼罩 刹那间火炮齐铭 卡丘沙火箭炮射击的火光 把周围罩的血量 在空中轰炸机轰鸣而过 突击炮兵打不到的远距离目标 在炮击的三十分钟间 德军未发射一颗炮弹 这表明他已受到充分压制 防御配机已被打乱 于是苏军的总攻开始了 1947年4月16日 停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西基城港内的格际肯 号货船发生爆炸 71年前 1947年4月16日 一艘停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西基城港内的格际肯 号货船发生爆炸 该船载有2300吨硝酸暗化肥 烈火燃烧了三周界 西基城三分之一的街区 成为一片废墟 四分之三的化工企业被毁坏 造成1500人死亡 1948年4月16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针对日本二战战犯的公审结束 70年前 这次审判 是1948年4月16日公审结束 判决28名被告全部有罪 1948年4月16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 原外法案 70年前 1948年4月16日 西欧国家正加速花用 杜鲁门总统 允诺给他们的资金 以 恢复被破坏的经济 杜鲁门签署法案 批准欧洲复兴计划 这个计划最初是由国务卿乔治马仙尔提出的 今天欧洲人签署了成立合作组织的协定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1948年4月16日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建立70年前 1948年4月16日 二战后 欧洲各国经济严重削弱 迫切需要联合起来实施马仙尔计划 以稳定欧洲经济 英法等18个国家 根据欧洲经济合作公约 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该组织设有部长理事会 下设执行委员会 主要目的是确保各成员国 实施美国财政援助 发挥各成员国的经济力量 促进欧洲的经济合作 为欧洲复兴做出贡献 1961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改组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992年4月16日 阿富汗游击队组织 接管政权26年前 1992年4月16日 阿富汗总统 雷吉布拉宣布辞职 由副总统象征 在阿首都塔布尔访问的 联合国特使赛案保证 阿政府将继续支持联合国 关于成立一个中立过渡委员会 接管阿政权的和平计划 1996年4月16日 日美签署日美安保联合宣言 22年前 1996年4月16日 美国总统克林顿顺访韩国后 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两国首脑会谈后 发表了一份酝酿已久的日美安保联合宣言 美国驻日大使蒙代而称 这次首脑会谈也许是战后日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一次 克林顿这次出访 不仅重新确认了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基本框架 而且有可能对美日两国面向21世纪的亚太安全战略 及东亚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2007年4月16日 美国历史上最惨重校园枪击案11年前 2007年4月16日 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校园枪击案 造成包括韩义凶手赵承熙在内 共33人死亡 29人受伤 为美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枪击事件 枪击案发生后 师生举行烛光晚会祈祷 2014年4月16日 韩国ACWOL号克伦沉没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4年前 2014年4月16日上午8時58分区 一艘车陆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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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发生 turmoil BOL号克伦在韩国西南海域,发生进水事故而下沉, 截至2014年5月15日上午,岁月号事发时搭载的476人中, 172人获救,281人确认遇难,尚有23人下落不明。 2016年4月16日,日本九州岛发生7.3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两年前,2016年4月16日零时25分, 在日本九州岛发生7.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6日在雄本市河南阿苏村等地确认有30人死亡, 自雄本县易城丁14日发生里是6.5级地震以来, 死亡人数已增至39人, 九州各地大范围内有超过1000人不同程度受伤, 雄本县约9万人疏散避难, 从14日晚间至16日凌晨接连发生了两次大地震, 到16日21点,已至雄本县内41人散生。 三,名人生族族46年前,1972年4月16日, 川端康城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形式,离开了人世。 川端康城日本新感觉派作家的忠心人物之一生151年前, 1867年4月16日,飞机的发明者维尔伯莱特出生于印第安那周摩坊村, 维尔伯莱特飞机的发明者足十年前, 2008年4月16日, 美国气象学家罗伦兹, 因病在马萨诸塞州史市, 生亿万32年前, 1886年4月16日, 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 出生在德国汉堡市, 生107年前, 1911年4月16日, 考古学家陈孟家出生于江苏南京, 足29年前, 1989年4月16日,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胡觉文因病一致无效在北京世事, 生129年前, 1889年4月16日, 英国喜剧演员卓别林, 出生于英国伦敦南部地区, 生78年前, 1940年4月16日, 现任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生于哥本哈根, 足230年前, 1788年4月16日, 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不封世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2779年4月17日,